我们接下来就去看虚拟系统体的背景 Demand Pageant 这个是虚拟系统体管理里面的最主要的一个主题 当我需要这个Page的时候 这个Page你就可以用得到 依照需求而得到的Page System 所以基本上我们在load time的时候就把load 我们上次有介绍link loader loader就把这个Processor load到记忆体里面去 整个Processor load到记忆体里面去 但是呢,这些Page呢 当它这些Page需要的时候呢 它才真正的放到实体记忆体里面 整个Page,我们Processor load 就load到这个Logic Map 我说一个Processor,CPU Schedule Schedule你这个Processor's Rounding 或是这个Waiting的时候 那整个Ready的时候 那你整个Ready或是Rounding 那你整个Processor都在这个 虚拟系统体的空间里面 但是呢,你这个 你配置那么大的,你都配那么多 但是有一些呢,是在实体记忆体上 又是在虚拟系统体上 那我说load的时候有可能是 如果假设这个比较不好的做法 做swap 你知道你这个Program A 你不要Run 你现在从Ready或者在等待的时候 就把所有的你的实体记忆体里面的空间 就是把它swap out 整个就是把它放到硬碟上去 然后再那个,假设它从Ready到Rounding 那就把它的这个,这些配群呢 是从这个,呃,硬碟上面 从书人Dock上面整个把它翻到 呃,这个实体记忆上来 那,那,那,那就是整个来看 那如果我们可不可以把它翻成一个一个配群 当然也可以 那,那原则是什么呢 那,那原则是这个,呃 呃,当page,好,是被需要的时候呢 那,被,就是说,我们叫它被referenced 它的时候呢 我们把它翻上去 那如果,如果,如果是,呃,这个 invented reference 就是你reference 如果你是要reference 根本你这边的page不对 那是a fault 那如果你要reference的page呢 它就在记忆体 它现在并不在记忆体里面 某个page 每个page它就不在这四个记忆体里面 那你就把它给swap in 把它搬进来 那就是原则 就是做demand page 我要的这些page能够搬上来 那另外一个原则是lazy swapper 就是说 你什么时候要把它 把这个 在一别上面那些page 搬到实理机里面来 叫你lazy 通常我们都要你work hard 对不对 叫你beasy 对 通常不会叫你lazy 来 我做什么事情 不够用功 刚才讲那是 只有一堂课 你要去课外 要去读九个 自己准备九个小时 才才达到这个一般的标准 叫你work hard 可是为什么这些学校懒惰呢 因为我资源不够 我整体的 我的资源不够 资源不够的话 我明天要考三科 后天要考五科 那我现在一起来读八科 那可能读不完 八个考试一起 那我可以提的话 先就明天要考的 把明天要考的科目 所以你什么时候要把配局放到实理器里面来 就是你不要把最没有需要的那些配局不要拿过来 那当你这个配局是被需要的 可能就很快就要用到了 或是我真要用到的时候 我要用到的时候 我确定我要用到的时候 我已经要用到的时候 我再把你翻到实理器里面 你不要太有优国优民 未来会怎么样 未来会怎么样 这个核式不盖 我们以后会没有电 等等等等 这个没有电再说 我们先不要盖 那这个就是 等我们现在有电 OK的 这Lazy Lazy是没有盖的 我现在有机 我需要用到的时候 我这个资源 我就给你 那未来的这些东西 再说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 现在不够 现在我资源只有这么多 所以这个 刚才核式例子举得不太好了 不过用选票来讲也是对的 但anyway 所以Lazy Swapper 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整个里面配局的概念 我们刚刚是差不多都谈了 那如果是这些 这些Page 它已经是在记忆体里面的时候 那就不用做 如果Page 它不是MemoryResident的话 我们就做 就做这个 PageIn的动作 PageIn动作会产生一些困扰 我们继续看下去 通常我们会加一个资料结构 每一个在这个Brand 有时候是Page 像我们现在看这个Brand 加一个资料结构 在这个PageTable里面 我上次大人家特别谈 PageTable是非常重要的资料结构 PageTable会长得很大 因为Page要对Frame PageTable它本身要做MemoryAccess 它本身也要做MemoryAccess 所以这有没有TLV 大家还记得的话 有Cache的概念 PageTable有效的Access时间 PageTable我们把它切成小块 看起来是很好 整体来讲是利用很好 但是呢 切成小块以后 要多的一些管理 多的资料结构 这些overhap 这些困扰 我们必须要 要处理 所以 所以这个 像这边呢 我们 因为做清理系统 要最要多一些资料结构 那这个是我们 在PageTable里面 相对每一个Friend 后面加一个bit 加一个bit 叫valid invalid bit 那这个bit 它就是0跟1 那我们会叫0跟1 一个是valid 一个是invalid 那什么是叫valid呢 代表这个Friend 它是在记忆体里面 那如果是 imvalid i的话 代表它不是在 这个Friend 不是在记忆体里面 过去 我们在上个礼拜 在PageTable里面 它没有加这个东西 现在我们加了一个这个 在 所以每一个Friend 因为我们一定要check 我们私底 我们现在的这个 我们用到的 我们用到的这个 这些 这些Friend 我们看到的Friend 这样讲 这个PageTable 现在我们是从 我们process到这个Brand 到虚拟器里的Brand 那虚拟器里的Brand 那虚拟器里的Brand 有一些它是真的在 自己体面 有的不在自己体面 因为 现在这个Memory Space 跟我们真正的Physics 这个实际上的 Memory Space 大小不一样 有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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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不在的话 那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讯息到 我们知道 就是V跟I这两个 好 那 那这个 这个额战 所以在MEMU什么 Memory Magic the Unit 所以 当这个 Memory Magic the Unit 它要开始来 要把这个实体的位置 变成为 真的要抓 真的要直系的时候 还是要到 十几颗的进行的位置 所以它在 在这个 翻译成 这个实体的位置时候 如果 如果是V的话 Valid的话 那我觉得没问题 那如果是I的话 如果是I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写的 也是这个 如果 如果是I的话 就发生了一个 Page fault 这种 这是Page fault的 正式的定义 发生一个 之后我们一开始就讲了 如果是 如果是 如果是这个 呃 Page 好 它 Process 以为它是在 这个Pred 是在 就是在这个 也在这个 也在这个 但实际上 它是在硬叠上面 那 这样一定是效能 会差一些的 对 所以这就发生了Page fault 就是这个Page fault Valid 可以 呃 可以呃 呃 呃 那这个是 呃 这个Page Table 就是把刚才能更进一步的来看 刚刚那个架构面 我们有实际的例子 在这个Logic Memory 是这个样子的 Page Table呢 是呃 所以Logic Memory 我们有一些 有些资料 ABCDEF 好 G 这些Page 那这些Page 我们如果是看实际上 看这个Physics Memory ABCDF 这三个呢 是在 Physics Memory 那为什么A又在这里 A又在这里 A又在那里 因为它在这里的 也是从这里 再翻过来 对 所以所以 等一下我们会看 什么叫 要Write 什么时候要把真正的 内容更新 什么时候真的要把 把这个 这个里面 我们左字要维持一 一份嘛 那现在有两份 一份在 一份在真正记底面 一份在这个 上面 那怎么样才是真正正确 那这个也要一些 呃 好的设计 好 来帮忙一下 好 那差别在哪 差别就是Page Table Page Table 里面呢 呃 这边 原来是0到7 0到7 那现在 我们这个 呃 4 Brand 0 放 呃 呃 放到 呃 呃 Page 0 放到Brand 4 这是Value 对不对 那Page 1呢 是Invalued Page 2 放到Brand 6 是Value 好 然后呢 Page 呃 5 放到Brand 9 对不对 这个是Value 三个Value 其他的几个呢 Invalued 所以大家 就 由这里了解 这个 呃 Value Invalued Page 4 如果你要抓 你要抓 你要抓这个 Page 1 就是他的Page 4 你要抓 Page 2 呢 他Page 2 他在Preddit找到 欸 没有Page 4 你要抓Page 3 Page 3 Invalued 没有 Page 3 Invalued 那你就要到 到这个 呃 地别上面去 就是他的Page 4 上方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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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